人生有八苦,生,老,病,死,爱别离,愿长久,求不得,放不下。 佛曰,命有己造,相由心生,世间万物皆是画像,心不动,万物皆不动,心不变,万物皆不变。 世间万物都逃遇不掉一个轮回。 当我们感觉很疲惫的时候,就会容易做梦,或者当我们忧心一件事的时候,就会忧思多梦,很多时候梦境就昭示很多预测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,恭喜了,如果梦到这种梦代表你获得天人感应。 不能告诉别人,梦见这三种情况,建议不要告诉别人。 一,伤害家人或家庭的梦,做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梦,但别人听到觉得这就是你的潜意识。 例如,梦到被亲人伤害,梦见亲人去世,梦见亲人伤害,亲人等梦境。 俗话说说者无意,听者有。 一,你自己可能觉得没有什么,但亲人听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可能认为这就是在咒他。 梦见亲人或自己出轨,这虽然只是梦境,但若是告诉别人,可能认为你潜意识中已经不再爱他,进而会产生隔阂。 二,梦见亲人去世,如果我们在梦中梦见亲人去世的话,很可能是最近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担心的事,所谓日有所私财会夜有所梦。 不过做这种梦不仅会很不吉利,而且会使亲人非常的淡,心和忧虑。 一般这种不好的梦,在现实中都是反的,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到处乱说,以免引起家人的担心。 三,梦见未来,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,那就是在梦里梦到了以后发生的事情。 而且这个事情确实是真实发生了,一般出现这种情况,我们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,这是因为这种梦,本身就十分的玄幻。 如果我们说给别人听了,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,使我们近期变得十分倒霉等等。 如果我们做了以上这三种梦的话,那么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 不过如果是梦见一些急梦,比如我们在梦里游泳,雨过天晴的话,那么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一,下,因为梦里的水往往都代表着财运,这种梦代表我们近期的财运非常好,会使我们和身边的人都好运。 京云愿消三丈诸烦恼,愿得智慧真明了,业障消除才能获得天人感应,生活乃至家庭事业才会顺利。 我们消除业障就是为了获得天人感应。 三丈指的是业障,烦恼障,一熟障。 佛说人生仇业,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就是来惆怅过去所造的业因,过去生造善因,今生享福,今生受苦。 业障人人都有,无业不来,婆娑,无论今生享福还是受罪,消除业障,才能让自己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升华。 只有消除业障,才会获得天人感应。 业障减轻的征兆,一梦到清理脏东西,梦见打扫卫生,洗澡也好,洗衣服也好,打扫房间卫生也好,无论是个人卫生,环境卫生,还是打扫卫生,洗东西,清理脏东西,这些统统是业障,就是在清理业障。 还有清理脏东西,清理垃圾乃至于呕吐,自己梦见这些呕吐,梦见排泄那些脏东西,大小便或者是梦见自己出臭汗,从身体里面出来一些脏东西。 有的人梦见从自己身体里面出来很多小虫子飞走,还有有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,睡梦的时候从身体里抓抓出来好像一些各种脏东西, 一些好像网状的,一些好像污垢的一些垃圾,这些统统都是清除业障,所以说虽然这个梦好像挺不舒服,但是从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说都是有进步,都是好梦。 二,梦见明亮业障更轻,比如说梦见水,如果梦见水很轻,水又很大,那就更好,或者梦见自己下到水里面更好,这都是消除业障的标志。 其他还有一些,比方说梦身体里飞出很多小虫,梦见水很轻,梦见渡过大河,或者梦见佛菩萨,梦见拜佛,这些都是业障减轻的征兆。 这些梦照还不能说明就是业障清静,我们更重要可以看一下你自己梦里面总的情形,你梦里面是很黑还是很明亮,这个不要从一次梦来看,要从长时间来看。 如果你梦境当中老做噩梦,或者是梦里面无缘无故地害怕,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压迫感,或者梦境很黑很黑,那么这就说明业障相当重。 如果说逐步逐步不那么黑了,也不做噩梦了,也没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,也从黑黑的变成灰黑灰黑的,那么业障开始稍微轻一些。 当然,有的人开始他的梦就不会业障那么重,甚至开始的梦境的状态都是比较好的,那是说明,这个人本来不是什么业障很严重。 如果再进一步,如果梦境从灰黑灰黑的变成灰白灰白的,那么业障又轻了一些。 如果说梦境慢慢开始明亮起来,那业障就更轻。 我们是从总体来说,长期都是这样。 如果你的梦境当中从来都很明亮了,那么业障就相当轻。 如果说我们梦境里面非常明亮,而且颜色非常鲜艳,花是红的,草是绿的,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水是青的, 都是有一种非常那种鲜明舒适,非常明亮这么一种感觉。 梦境之中没有那些乱梦,梦境之中都不那么昏沉,梦里面都好像比较清清朗朗。 那么可以讲,从梦中的角度来说的话,那么业障基本已经清静,从梦境状态来看,算是显现了业障清静。 三,从平时生活中看业障减轻。 平时如果我们觉得身心很粗重,好像人都晕晕乎乎的,好像也不得尽,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容易慌张,遇到大事情一出来的时候,心就容易惊慌失措, 或者说本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,心里面总是有种不安的感觉。 本来现在好好的,他会想我要是下岗了怎么办呢,我现在又没有攒很多钱,万一是出了个什么事,我或者要生病了,这可怎么办呢,总是无缘无故的,就为今后那些事情担忧。 这个是说明业障比较重,心里面经常容易有烦恼,烦躁那种感觉。 相反,业障就比较轻了,就是说不但不会无缘无故的烦恼,而且身心觉得很愉快,身体经常有一种轻快安乐的感觉, 就是说走路呀,干什么好像身体特别轻利,头脑反应好像也比较灵敏。 然后,经常身体里面有一种轻安的感觉,就是一种很舒适的感觉,一种快感,舒适的感觉, 经常从身体里面好像是电流传播一样,那种很舒服,这么一种感受经常有。 而且遇到什么大事情的时候,也不会惊慌,人家说泰山崩于前而不惊,定得住, 业障轻的人他就是容易定得住,真正就是什么事情不太好, 结果他自己好像也不会特别忧虑,也不会特别的不安, 然后就是处于身心的安乐,稳定这么一种状态,那么就说明这个业障比较轻了, 可以说这是我们观察业障清静的方法。 当我们体内的业障清静,或者有了较为明显的业障减轻的症状的时候,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打通了人都二脉,就会获得天人感应,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很通透的,没有任何压力,于是就可以很快获得天人感应。 所以说,如果你梦到了这种场景就说明业障在消除, 而业障消除了,我们就会获得天人感应。 总之,梦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,它是身体获得上天给予的一种预示, 我们不必太过于拘泥于梦境,反而使得自己忧思多虑, 业障加深,离获得天人感应越来越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